这个男人提着两龙O型血的猴子 急冲冲地赶到动物园实验室 给快死的猴子输血 可他来晚了一步 手术台上的猴子已经歇了菜 可博士不顾助理地劝阻 执意要将半成品的实验药水打在猴子身上 这时 一旁锁在笼子里的猴子坐不住了 似乎感觉到了恐怖的东西正在靠近 他们开始狂叫 懵逼的三人更加的懵逼 奈何三人听不懂猴话 突然 身后的猴子复活了 变成了一只丧尸猴 他跳到柜子上面一灯 男人直接被压在下面 女助理开始慌了 他要离开实验室 可博士却想继续进行试验 这时 丧尸猴子跳向女助理的头 直接把他眼睛给摘掉了 博士在紧急关头按下了警报案件 很快 黑妹的救援队赶到动物园实验室大楼 他们刚来到实验室门口 就看到一双沾满血的手趴在了门窗上 原来是博士 他似乎在示意众人不要打开实验室 可隔音太好 外面的人以为他在求救 众人连忙撞开大门 他们进去一看 被眼前的恐怖场景吓到了 而笼子里的猴子也不见了 黑妹询问博士情况时 博士一直在强调不要开门 只见他突然站起身 那只丧尸猴子从他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而其他被感染的猴子也一同现身 一脸懵逼的救援队开始反抗 其中一人用电击棒攻击丧尸猴 却被丧尸猴子反杀了回去 黑妹也被丧尸猴缠上了 当把丧尸猴扔出去 很快又跳了上来 危急时刻 黑妹只能掏枪将他射杀 随后仅剩的三人离开实验室 猴子也紧随其后 有一只猴子还跳在了黑哥的脖子上 黑妹顾着关门 西装哥赶忙脱下衣服 包住黑哥脖子上的猴子 接着对着墙砸去 实验室的猴子们也从门缝里钻了出来 他们关上门后 坐到车上给动物园负责人阿珍汇报情况 阿珍突然意识到动物园还有其他游客在旅游 他见状立马启动紧急方案 关上了所有出口 另一边 听到警报声的游客们也发现危险 正在步步靠近 这对小情侣的约会方式真稀奇 竟然选择趴在动物园的树上了解彼此 这时 女孩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 只见迎面冲来两只丧尸长颈鹿 对着他们就一顿猛啄 女孩吓得眼妆都化了 男孩被长颈鹿咬中 这时 刚好黑妹的救援队路过这里 下车赶忙救援 但男人早已被丧失长颈鹿分尸了 而女孩也被长颈鹿吊了起来 好在黑妹打中了长颈鹿 这才救下女孩 西装哥瞅准机会上前安慰 就在这时 长颈鹿又复活了 一嘴就往西装哥手上咬去 黑妹见状开枪将其击杀 正当几人给西装哥包扎时 女孩却开走了他们的车 黑妹的肠子直接毁清了 女孩这时也开到了动物园大门 可大门紧锁 她看向了监控器 阿珍也看到了监控器前的女孩在求救 其他东西在靠近女孩 阿珍让女孩赶紧上车离开 可女孩不听劝 执意要推开大门 只见附近的草丛里 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 下一秒 女孩直接被丧失狮子拖走了 而阿珍这边也发现 有丧失动物在向她靠近 与此同时 身后的女儿却自己跑去玩了 原来女儿跑到了玩具房里 这时 她看到一只睡着的考拉 她上前想要确认是不是玩具 没想到考拉醒了过来 阿珍赶紧跑向玩具房 可她忘记了玩具房密码 只见房间里一阵嘶吼 她终于打开了房间 好在女儿安全无视 还用棒球棍干掉了丧失考拉 阿珍这才放下了心 而黑妹救援队这边却碰到了麻烦 他们被一群丧失狐猴缠上了 黑妹用手枪反抗 但子弹却没有丧失多 很快就打光了 好在一旁的眼镜哥赶到 用信号枪赶走了丧失狐猴 几人也被带到了保安室里 这时 眼镜哥突然意识到 如果丧失动物感染了动物园里的星星 那可就BBQ了 她赶紧出门查看 黑妹也看向监视器 注意看 这位眼镜哥悄悄来到睡着的金刚身后 他摸向金刚的口袋 这时 金刚却醒了过来 他也变成了丧失 眼镜哥下一秒就被他打飞到了保安室里 还被金刚一顿胖揍 保安室里的几人见状直接躲了起来 而金刚也在寻找他们 只见金刚悄悄地来到西装男身后 黑哥坐不住了 他打算拿着40米大刀杀向丧失金刚 只见金刚推开栅栏 压在了西装哥两人身上 这时 黑哥跳出来 黑哥赶紧示意几人先走 他负责拖住丧失金刚 没多久 金刚就甩开了他 还暗抱了黑哥的头 逃出来的三人爬到了高处 而身后的丧失金刚紧追不舍 他们看到一块巨石 三人合力将巨石推下 这才把丧失金刚打晕过去 他们逃出来后 还看到了开走他们车的女孩 他们拦下车后 逃脱失口的女孩早已被咬了半死 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而黑妹用对讲机联系上了阿珍 让他想想对策 这时 阿珍看到了监控器上 有四个红点正向黑妹靠近 果然 三人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丧失狮子包围了 金发哥赶紧开车拉着三人离开 在路上 丧失狮子紧追不舍 黑妹和西装哥也在用昆子攻击他们 刚打死一只 金发哥就耐不住性子回头庆祝 下一秒车子就翻了 三人飞到了草地上 黑妹一千只羊驼在心里奔腾 但命还得逃 紧接着他们就来到通往山下的懒绳旁 现在他们只能去找阿珍会活 三人挂上了懒绳 突然 黑妹和金发哥的那条懒绳却断了 好在黑妹抱住了西装哥狗活了下来 金发哥则惨死半路 两人安全落地后 跟着阿珍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看到了所有丧失动物都聚集在了一起 最终 阿珍决定搞一波大的 连女儿都赞不绝口 他们随后来到地下室里 找到了所有可燃物拉上车后 赶往了现场 而黑妹和西装哥也在寻找幸存者 但他们进到鸟棚里时 只发现一只幸存的鹦鹉在喊救命 而黑妹也发现棚子里的氧气在泄漏 原来是变成丧失的鸟类试图破窗逃跑 阿珍见状赶紧下车 拿起汽油桶 接着来到路边点燃汽油 打算烧掉这里 而鸟棚里的黑妹两人也闻到了烧焦味 两人也逃了出来 阿珍让他们赶紧上车逃跑 可丧失鸟即将打破玻璃窗 他们来不及撒汽油了 黑妹这时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装满可燃物的车开到鸟棚门口 阿珍立马明白怎么回事 很快 他将车开到指定位置 黑妹上好子弹 接着扣下扳机 干掉最后一只丧失鸟后 刚转身离开 就看到丧失金刚竟然没死 几人赶紧开溜 当他们来到门口时 阿珍忘记了门已经上了锁 在身后掩护的黑妹也被金刚一拳打倒 西装男也被推到了一旁 带走了金刚 众人也得到了救援 坐着直升机离开了这里 殊不知 丧失金刚还没完全死透